最親密的摸頭 摸頭而已 柔臉 那真的還好 有柔筆的地方嗎 柔背 柔背或者是 柔臉是哪一種柔 我好喜歡妳這種柔 可愛的 情侶之間的那個 有爆吧 我探班那片的秘密就有爆 幹嘛爆雷 不要爆雷 她現在很多不能講 到最後床氣都講出來了 那大家還看什麼 想要讓她有點精彩度 所以她的故事是在講什麼 故事是在講三個女生 不同階段遇到的 無論是感情方面 事業方面 遇到的一些事情 20 30 40對不對 對 一個階段的女性 那是什麼樣個性的 我其實是演她的男朋友到前男 沒有 我說 柔哥 大家聽完 你們真的能講多少 告訴我這部劇可以講多少 這個節目看完之後 這部戲好像也被你想 只差沒拿劇本來讀本 個性就好 不要講到 我演她的男朋友 不要講過程 阿兵 這是一個按部就班的一個 很乖的男生 對 什麼都安排好了 然後包括結婚 然後做什麼 他都安排好 他覺得什麼階段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那很好耶 這種男生 那妳的個性呢 我的個性是 她是一個 開始想要 為自己的事業 做些什麼的女生 但是她可能忽略了什麼 唉唷 你看這個厲害 留一些 有 就會覺得 妳要怕忽略什麼 你看妳多學這點 還有 對啊 我們看著她講完角色個性 直接放了 覺得好像沒什麼好想 對 不然妳講一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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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 對